大家好,我是菩萨们 看不看得出来现在很冷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 使用了三个月的国语自我手照 在开年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2018的手照安排 那个里面我着重讲了 在2018年里面 我唯一的一本日程安排本 就会是国语的自我手照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个视频 想要更清楚地了解 我这三个月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保留了什么样的安排 可以先去看一看那只视频 然后再过来接着看这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会简单地跟大家分享 这三个月的使用感受 我喜欢哪些点 不喜欢哪些点 在接下来的使用过程当中 我希望着重关注的是哪些点 好,那么现在就开始 这个是我使用这本国语自我手照的第一周 第一点我非常喜欢它的 就是它的时间轴的设计 它是从零点一直拉到24点 一天的24小时都在里面 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在选择时间轴的本子上面 我是格外喜欢有一天24个小时的 而不喜欢它假设我是需要从8点 早上8点写到晚上8点或者怎么样 另外我还要格外说我特别喜欢 它下面的这个区块 这就是它的24点了 时间轴从这里到这里就完成了 但是它下面有多这么一大块区域 那么我从第一周一开始 我就把下面这一整块拿出来做了我的运动记录 因为2018年我对自己的一个期望 就是要坚持运动 所以从第一周开始 我就把这个区块拿出来记录我的运动状况 对于我自己的这个安排感觉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区块的大小也很合适 然后每天我都能对应看到我当天的表现 一周下来我就能横向的比较做的怎么样 旁边这里它有一条这种to do list的形式 我有把它拿出来写weekly goal 就这个星期我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前面是这样在用的 后面改掉了 总的来说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两点 第一是这个时间轴的设计 第二是下面这一大块空白的区域的设计 又跟每天有做一个对应 非常非常适合我自己的生活 我对这个手帐运用的安排方式 所以我这三个月都一直坚持在这样做 我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一开始我在这一边的一个 长长的to do list的部分 我去写的是我的weekly goals 我后面把这个部分改掉了 第二个更改掉的地方是 我一开始有把我每天的to do list写在这里 然后我的每一项有向下画一个线 看这边能看到吧 这些橙色的线我把它画下来 就是我上面说我做了这件事情 那么我就会对应的把它画一条线下来 指引就是可以看到我是在哪个时间点完成的这个任务 因为我一开始希望看一看 就是我的哪个时间段比较活跃 那么这样做了几周 这里都有画 这也有画 这是从12月开始写的 那相当于我写了四个月了 从12月 然后这才是1月份 然后当时这个1月就是有出去旅行 所以我就停止画这个了 就差不多有画一个半月 然后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出什么规律 我就停止做这件事情了 因为我本身是在一个写手账的时候 很不爱什么用尺子 画的笔直笔直的这种人 我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就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中途呢 我还有一段时间 把这个方块 这一片区域拿来记录workout 就是我有做什么样的运动 那下面的这三行 我就有写我的三餐 都有吃几分饱 就是普通的我就写一个正常 如果那餐吃的比较少 我就写一个light之类的 然后有外食在外面买呢 我就也会记录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因为我的 我在我自己的饮食上有做新的调整 所以我就没有记录这个东西了 这是出去旅行的时候 中间有两周半 我没有写 因为当时我就是在国内 每天没有任何需要安排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总共的这四个月里面 有这么两周半没有写 这是另一个做的调整的地方 就是我把往下连的这个线给去掉了 第三块调整的地方 就是我从二月份的中旬开始 在这个大的地方记录每天的步数 我之前对这个东西是并不重视的 但是正好这次回国 我发现我家里有一个新的小米手环 没有人用 我就把它拿来用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击步还可以了 我觉得它应该不算非常的准 有时候你抬手做动作什么的 它都有可能会把它算成步数 但是呢 我并没有focus在每天的数字上面 而是做横向的比较 就是比如说这一天跟这一天相比 那我就明显的知道 我今天要比昨天更活跃一些 我只是大概的这样去给自己做一个评估 心里有一个数这样子 然后我就从二月的这个时候开始 每天都有记录步数 就可以看到 就有时候写的大 有时候写的小而已 然后呢 就每次发这个手帐的时候 都有超多同学就问我说 你这个地方大大的数字是什么 就是步数 那这就来到这一周了 所以你看到我后面全部都有做这个步数的记录 而且我越来越把它写得显眼 我还有把运动这一块 就是用一个有颜色的笔给它整个框出来 就让我的视线去比较快地找到这个地方 最近的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更加重视我的运动和饮食这两件事情 所以能看到我把下面标的更明显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记步数 我在下面会记录我当天有做什么样的运动 比如说我有快走啊 我有做什么有氧运动啊之类的 我就写在这个下面 然后在时间轴里面 只要我有做运动 我都会把它写得比较大 像这个地方 比如说快走 这里有做什么workout workout 我都会把它大大的标识出来 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去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写得比较大 另外我还有做一个调整 就是前面这个左边 我是写的我的每一周的任务 对不对 我后来呢 把这个件事情废掉了 就是我这一周有什么任务 我会拿一个n次贴 把它贴在这一周 随便任意的地方 我就把当周要做的任务写在上面 然后具体哪一周实施的时候 我再把n次贴上面的内容 转到当天去 所以我就没有再要这一块了 那这一周过完了之后 那个n次贴我就扔掉了 我没有保留它 所以这一块就去掉了 那去掉之后 这一块我在干什么用呢 从三月份开始 我把这一块变成了打卡 就是我重视的事情的打卡 例如说这一周我就是要求我自己要在外面快走 然后我就有标说这一周我有快走几天 如果有看我之前那个安排的视频的同学会知道 我实际上一开始是在这个月计划的地方做打卡的 但是只做到了一月中旬 就是我出去旅游 那个时候我就停掉了 当时我有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这个月计划的版式特别适合打卡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个做法没有持续下去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的这个特点了 就是我每天看不到它 我看不到它我就想不起来 当我在做每一周的计划安排的时候 我每天打开面对的是这个页面 我就想不起来我要翻到前面这里 去做我当天的打卡 即使我有贴这个小书签 我也想不起来 那想不起来这个打卡就没有做下去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要做打卡嘛 所以我干脆就把我要打卡的东西写在这个部分了 它正好也是小格子也蛮适合打卡的 所以第一周我就是要追踪我的快走的状况 我就把它写在了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次开始在这边打卡 第二次开始在这边打卡 我就有记录我的快走和做有氧运动 因为我就是讲说我最近就是非常在重视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只追踪这个 而当时想在前面打卡的时候 我有做比较详细的一些追踪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给我的位子很大 我觉得我就写几条就是太少了那个感觉吧 就是想要多追踪一点 而实际上事实证明是做无用功 就是充分证明我根本就对于其中的某一项 在我这一个月里面的完成程度 我其实个人来讲内心没有那么重视 那我为什么要去花那个时间跟精力去track这件事情 后来最关注的就是我的运动状况 这是我想要push我自己推我自己一把的 有时候比较累比较懒不想运动什么的 看到这个追踪表会随时出现在我眼前 那我就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作用 而不是把它藏在这个前面 我都看不到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现在分析的全部是我自己使用了四个月以来 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剖析 想要把日常手掌更多的去发挥出它的作用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分析 你千万不要把我得出的结论直接嫁接到自己身上 你要自己去试你要自己去体会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好继续那你看这一周我就有追踪这两件事情 下一周我还是追踪的这两件事情 再后来我还是追踪的这两件事情 你看充分说明我就是一直对于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 而且我都有按照我每天的实际的那个运动的状况去填写 我也没有说哪一天忘记写什么的完全没有 因为我每天打开就会看到这个 然后呢到这一周就上一周吧 我就有增加了一点追踪的项目 但是他们也全部都是关于做运动的 然后包括到这一周我又有增加项目 而且改了一下它的样子 但实际上还是在追踪做运动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原先写在这里的每周安排改成了做打卡 所以前面我就不做每个月的打卡 再讲一个改变日历式的月计划 这个日历式的月计划实际上我一直用的都比较简单 我不会在上面写很多字什么的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用最醒目的方式去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标注出来 例如说12月我发了10支视频 我就特别醒目的把发视频的日子都标出来了 因为那一个月工作量强度太大了 我非常需要一个清楚的一目了然的界面告诉我 我做到哪一步 在1月份我一开家出去旅行干嘛的时间比较多 我就把这件事情标出来了 我是一直到2月才回来的新西兰 然后中途又去奥克兰什么的 我还是有把它标出来 然后你看3月就没有写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特别需要去做的 这方面我还好我不是那么有强迫症 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一页写满什么的 那我觉得我没有要写的我就不写了 4月现在是过到4月的中间 我4月也没有在用 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安排 我需要写到这里 当然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需要翻到这里来 我才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我平时翻不到这里来 那就没有意义 我写到这里干嘛呢 对吧 两种月计划我都用的不算多 超高强度在使用的 就是每周的这个周计划 基本上这个本子是不会关上的 就是会摊在我的桌子上面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去把它记录上来 这个样子 顺便我觉得在这里讲一个时间轴 对于我的一个机器的作用就是 我之前也长期的使用那种 就是每一天一个方块 上面没有时间轴 我就写一下当天的to do的事情就好了 其实在时间轴上 我依然在写to do 我只把它写在最上面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我为什么要去填我 每个时段在做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督促 就是有时候 尤其是当你比较闲 没什么事的时候 你在电脑前面一坐 这里看一看那里玩一玩 好像也没干嘛 然后三个小时过去了 或者说一个上午 一个下午什么 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然后你回忆起来 妈呀 就是你都想不起来 你干了什么 我觉得这种状态像在梦游一样 我觉得时间轴 就是能让我尽量的少梦游 因为这个本子就摊在我的眼前 我比如说我逛个淘宝 逛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看到一眼这个本子 我是不是要写 我记录一下我现在在干嘛了 那如果我觉得 我不希望在我的时间轴上 花这么大一块都写逛淘宝的话 那我现在就要去做一点 该做的事情了 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时间轴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积极作用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做这个时间轴的追踪的 另外我在这里再说一次 之前我有讲过 就是尤其对于学生党来说 很多人说时间轴 他每天要写的就是睡觉 上学睡觉 这个样子 我之前在视频里提过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写这节课 英语课 我学的是什么 你可以说一单元第一课 你也可以写 这个什么位置引导的从具 就是你大概标识一下 因为毕竟每节课的内容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只写对你有意义的东西就好 我觉得如果你大概这样标一下的话 应该对于自己学习的进度会非常清楚吧 或者说大学生你自己去做一个 这种内容上的记录 而不仅仅是事件上的记录 比如说事件上的记录 就是自习上课什么这之类的 而内容上的记录就是 我这个自习的三个小时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把这个内容写出来 好 回到之前说的 这两种月计划呢 我就用的比较松散 越来越松散 然后最后我想讲说 在这四个月的过程当中 我废掉了哪些功能 就是前面 它前面有这个分区块的 你可以记录 你看了什么电影 你读了什么书等等之类的 这个区域完全被我废掉了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 第一 我想不起来要翻到前面去记录 第二 我根本就没兴趣记录这个东西 我知道有很多同学 做很详尽的这个阅读的笔记 包括这个观影的 手帐观影的笔记 但是我是不做这个的 尤其是电影 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想法 要去赶紧去记录它 反而我在我的周计划里面 有时候看了什么电影 我就会写在我的周计划里面 但是我就是没有想到过要去整理一年 看了哪些电影 所以你看我就12月的时候 看了两部电影 写到这里了 就没了 后面再也没想起来过 然后包括这个读了什么书 就写了一本后面再 也是12月 就是刚开始用这个本子的时候 后面再也没想起来过 我是会写读书笔记的 所以我有专门的一个本子 我阅读完了什么书 我就会写到那个本子上 所以我如果想要腾过来 也是不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干嘛呢 就是我又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 想要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也没有再写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recommendation list 我当时把它改成了 我想回国的时候要买些什么 就是我想到了就把它写在这里 也是写了第一次再也没写过 然后像这个地方 我说我想写一写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 比较好的句子啊 画呀一些碎片什么的 never从没写过 所以这个国语自我手章的前面 这些特别详细的一些东西 我就是从没写过 用的最失败的就是前面这一块 不知道是不是自我开脱了 打心理说 我也不觉得那个叫用的失败 而是就是事实证明 我不需要这个功能 那我不需要这个功能的话 我何苦就是逼着自己 一定要填进去呢 我是这样的想法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一以观之在做的 就是周计划的这个版面 上面写to do 中间记录时间是怎么过的 下面记录我的运动运动状况 这个是我坚持的最好的 相信我后面会一直这样写下去 因为这些东西是对我的生活 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我愿意花时间去记录和观察 自己的一些方面 这个是做的最好的 渐渐的在这个区域上面 也开辟出了自己喜欢的用法 这些我都觉得还挺开心的 月历式的月计划 我还是可能就是很松散的这样用 大概的标注一下 我比如说出去旅游 或者干嘛的时间之类的 这个页面呢我可能就不会再用了 就是因为我把打卡都移到前面了嘛 我暂时没有什么想法 前面那个什么记录读书的那个 我就更不会用了 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坚持的去记录 某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它一定得很轻松的让我每天都能看到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每天能看到的是周计划 所以我的每次的周计划都写的很丰富 都写的很满 我把我自己一周的生活都装在这个地方 但是月计划我就翻不到 所以我真的利用率就低很多 所以以后我在挑手张的时候 如果我希望把月计划用起来 那我一定要挑那种 周计划和月计划能同时看到的那种本 哎呀好像讲的好乱 但是以上呢就是我使用我的这本主日程安排本 四个月以来做了一些调整改变 包括坚持了哪些点 然后废弃了哪些点 就是这样一些反馈 我使用它的感受 也能让观望这种手杖的同学 或者一些新人的同学能做一个参考 就是即便我现在玩手杖这么好几年了 然后好几年了 一直有坚持写手杖的习惯 我依然对自己总是有一些新的发现 手杖这个东西也会随着生活不断的变化 去做一些调整 大家也在自己的手杖本上写了这么三四个月了 你们对于自己手上在用的本子 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也欢迎在弹幕跟评论里面留言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更多的同学 更多的手杖们给他们做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看得愉快 不要忘记关注我 投币收藏弹幕 评论 那些所有的一条龙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